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快的我们从长庚医院这边就出发 中间就不再停 直接到八堵站 那八堵站呢 我们希望大概在7点40分左右能够到达 因为7点43分有一班基隆要到南港的直达车 就是自强号 7点41分到八堵 7点43分出发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赶上这班车 具体的时间前后我们再略调一下 总之要让大家充裕的上下车 只要上了这一班车 7点43分上了 那八点钟准时就可以到南港站 那这样子等它的整个接驳的效率就会显现出来 所以我们希望赶快来做 那在试办期间 那这班车是不要钱的 所以可以省大家一点费用 然后我们在实际的运作的情况 再随时做机动性的调整 针对9026拖搬严重 目前已经收到26张罚单 虽然公路总局有派出其他车辆接驳 但市议员林沛祥说 民众后车时间太久 似乎没有解决 昨天晚上我仍在南港展览馆看 那公路总局的确有多派一些车子过去 去那边做接驳 不过我认为当下民众的反应 是相当气愤的 因为如果我在那边陪大家等车等了五年 如果连我都会在那边受到大家的责难的话 不用想象说他们平常 如果没有人在那边关心的时候 他们的无奈跟气氛会有多么严重 而的确公路总局有特地去派一些 像是我记得没有错 龙猫还有春风一些游览车去做接驳 但是这些游览车的接驳的时候 他们似乎接驳的这个意味 无法让当地等车的民众能够接受 因为有些站可以先走 有些站不能先走 美其民是说让民众可以早点回到家 这个利益是良好的 但是民众的习惯不是这个样子 他们是习惯说一部车上几个人 一部车上几个人 那这方面来讲 我认为公路总局也好 还是业者也好 需要再进一步的沟通 如果现在业者无法好好全力承担 这是现在9026高达3000人的酝量 那公路总局中央政府应该主动介入 找一个合格的业者出来 找一个愿意负担的业者出来 把这个9026这条线把它做好 已经宣布参选下届立委选举的市议员林佩祥 特别拜会金融市长谢国良 针对金融市港发展交换意见 那我觉得就是几点 第一点就是对于我们金融捷运的负担的降低 刚刚也很感谢他有表明他的看法 就是五十几亿对金融真的负担比较高 我们一起努力要盖 但是要希望交通部能够继续的帮忙 行政院继续帮忙 第二我们共同都关心通勤组的权益 然后包括90261815 我们也希望公车处能够协助 尽快能够导一些疏散的乘客 到巴图站搭乘17分钟就可以 到南港站的主打车来输减我们的压力 另外就是各个局处都有提出一些 他们的需求 也谢谢佩祥不论在什么岗位 都能够协助我们来完成这个任务 非常感谢 林佩祥除了寻求谢国良支持之外 也希望未来有机会进入立法院 帮金融乡亲争取更多权利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跨境创新 创业交流协会荣誉顾问 连胜文董事长 创会理事长 简荣宗律师 和现任理事长 卢文聪董事长 率协会的会员 拜会金融市长谢国良 谢国良期许双方 在创业与就业有更多的交流 共创金融良好的创业环境 来金融市创造就业 Open 画面上是金融市长谢国良 赠送在地伴手礼全力米香 给来访的跨境创新创业交流协会 协会也回赠 由会员自家研发的 AI智慧猫杀机 与3D练印技术文创品 呼应谢国良 推动基隆成为友爱城市 创新交流协会 几位前理事长 还有创会顾问 都是我的好朋友 今天包括盛文兄在内 大家都来基隆 我们觉得老朋友碰面也很开心 我主要是希望大家 多了解一下基隆现在的产业环境 跟我们未来想要发展的几个重点 希望能够双方有更多 创业就业上的交流 因为基隆现在就是 要努力去创造新的就业 所以这方面我希望大家 深入讨论过后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选择基隆 不管是新创 或者是一些其他事业的经营 我们都希望能够跟基隆 有多一些的连结 所以各位可以想到就是说 为什么我对基隆 充满了希望的缘故 就是因为我觉得一个老的城市 需要一个真的有创业 而且是真正了解产业问题 真正有经历过自己本身有这样的经验的人 才有办法去解决很多问题 用新的思维 用新的做法 去解决很多城河 跟过去所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 那我想这个以基隆来讲 全台湾第一条铁路 事实上从基隆弄到新竹 这流民传的时代 满清的时期 就没想到现在盖条基階这么困难 他想到你第一条铁路就这里盖出来的 那平常你讲 如果不是谢国兰的话 我也不相信有人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说实在的 因为毕竟以Joysa的这个学经历来讲 不管是从建设方面 成本方面 考量方面 还有各种这个效益方面 我认为他一定可以帮基隆市 争取最好的条件 这一点我很有信心 那也希望各位朋友掌握到这个 我们这个谢市长 未来这个积极在推动这个产业发展 跟这个城市改造的这个契机 看看有没有什么事业 可以来基隆发展合作 因为这毕竟离台北新美都很近 大概来到20分钟就到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大家如果有好的这个想法 我想我们就 所以我们谢市长一定很乐意去跟大家合作来讨论 让大家共存共荣 很多人曾经问我说 我想做的基隆科学区要引进什么行业 我说要降低成本的行业就是最好的行业 我觉得我们不要受限 现在其实有很多产业 其实一段时间就会更新 就会新增 那我个人也有在酝酿跟希望引进更多 航运相关的供应链物流管理的产业 那这个部分我也会继续努力 因为供应链物流现在也是一个潮流跟趋势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航运股这几年为什么飙涨 就是因为供应链管理出现了不正常的状态 所以基隆应该要努力 那这也跟我过去一些友人在不同的理工学院 有一些专长跟专业知识 希望能够跟其他的城市 甚至学术产业机构合作有关 总之我们想要努力引进一些新的产业 这是我们应该要做 然而基隆过去的航运 应该要从航运变成 整个航运相关产业的供应链物流管理 所以只要是任何有运送到 这个物品的都是所谓的供应链管理 这个部分我们要继续努力争取 会中产发处长林鼎超进行简报 双方就基隆的清创与就业环境 产业现况及未来展望进行充分交流 期盼整合产观学资源 共创基隆清创良好的发展环境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应链物价上涨为了不增加家长的负担 基隆市政府宣布将从112学年度开始 加码补助国中小营养午餐费2000万元 加强照顾学童的营养与健康 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 跟教育处长刘美兰召开记者会说明 因应物价上涨 市政府将从112学年度开始 加码补助2000万的营养午餐费 为了维护基隆市午餐的品质 我们从112学年度开始 也就是在今年的暑假结束过后的 这个新的学期 本府将会增加补助2000万元 给基隆市的国中小学 来提高点心的频率 以及增添菜色的品质 让学校的午餐 可以有更多样化的内容 另外我们对于弱势的学童 仍然会维持全额补助 来照顾这些家庭比较艰困的孩子们 那我们其实也有参考其他的县市 像台北市他们也做了一些问卷 考量他的午餐 可能也会上价到15%左右的 一个涨价的一个区域 那同时呢 新北也是 那其他的各县市 也因为万物起涨的情况之下 孩子的营养午餐 原来的价格 可能已经也找不到好的一个 菜商愿意来投标了 所以呢在基隆这个区块里面 我们也察觉到有这个方向 我们有跟市长报告 当时呢 其实我们也想要做一个问卷 那也问问家长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如果要兼顾到孩子的营养 以及午餐的一个品质 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参访 到其他县市 我们也能够来做一个问卷调查 那以了解到家长的意向 但市长认为 在万物已经是起涨了 那所有的市民生活是辛苦的 那所有的午餐 尤其是照顾孩子 穷不能穷孩子 苦不能苦教育的情况之下 能不能由我们市府自己本身 先来承担这个区块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市长的一个决策 所以后续我们也盘整了一下 我们相关的资源 那在今年度的部分盘整资源之后 也就在112学年度 我们后续会再增加10块钱 那这10块钱的费用呢 就大概整个市府预算会增加约2000万 那这2000万的部分呢 在我们团购的午餐的部分呢 团散的部分 我们会由60元变成70元 那资历厨房的部分 会有50元变成60元 那这个区块呢 在那个孩子们的营养午餐的品质的部分 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厂商 提供更好的菜色 那当然孩子的品质 也更能够被兼顾得到 那增加的这些费用里面 我们也期待能够提供给孩子 包括午餐的那个营养的部分 也就是点心的部分 也包括水果 也包括牛奶 也包括一些相关的鱼类的多一些的摄取 然后能够让孩子在整个营养的部分 可以更为均衡 教育处长刘美兰说 市长谢国良相当关心学童的营养与健康 除了加码补助午餐费 教育处也设置营养午餐食材的把关机制 让孩子们在成长阶段都能享用充足又美味的营养午餐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112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 3月24到27号 在台北市盛大登场 副市长邱佩玲 代表市长谢国良 在教育处长刘美兰的陪同下 为基隆市代表队授旗 议长童子伟及议员陈明健到场 制赠加菜金 替代表队加油打气 全国原住民运动会即将在台北登场 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市长谢国良 亲自授旗 替选手加油打气 110年我们在宁安的运动会 我们这回是得到内秀是 三肌四姨二头 大家有没有信心 今天我们要不要更好 我们来宣誓一下好不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宣誓 我们今年一定要比两年前 更努力 更加油表现更好 一起努力比赞 赞 收齐是在基隆市政府大门口举行 基隆市议长佟织委 原住民议员陈明健 体育会理事长郑景舟 特别自政加菜金 预祝基隆代表队齐开得胜 我们今年有300 我们原住民的选手团队有366个 那我想我们特别来市政府的这个门口 来为他们送行加油 也顺便自政加菜金 那希望他们会有一个好的成绩 我想我们市政府市议会都非常重视 我们基隆市的体育环境 希望大家加油 那我们也会在后勤资源上面 给大家最大的支持 为了提振选手士气 基隆市政府去年修订运动竞赛奖励金 希望选手能够全力以赴 为基隆市争光 三面金牌 是赐 大部分都来自我们原住民的选手 原住民是我们基隆市运动的法 希望在两年支援政府委员 大家能加油 我们这次有信心 能够比上届的成绩会更好 因为每一天我都看到 各项的练习都是全力以赴 而且学生们 他们在各项的尤其田径方面 也做出很好的这样一个成绩 所以我们有信心 能够再得到更多的金牌 第一项每位小选手加油打气 副市长邱佩玲提醒每位选手 比赛时要注意知识安全 期许代表队发挥最高水准 刷新上届得奖记录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社团法人台美市优习关怀协会 聘雇无家者从事高压清洗地面等服务 透过企业赞助皆由免费工艺清洗 金融市学校地面共计22所 让国中小地面不再湿滑 副市长邱佩玲颁发感谢状 除了感谢外 也为迎接中正国小百岁生日 做好全新的改变 勾压清洗地面水沟 副市长邱佩玲 与教育处长刘美兰玩起袖子 在做工的人 作者林立青的陪伴指导下 清洗中正国小百名校园 我们非常感谢 游蚀关怀协会 以及游蚀清洁公司 他们能够这样子 公立的到学校来做 清洗的工作 尤其基隆应师多余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学童在行走的过程中 往往很容易因湿滑而跌倒 有他们的协助 让我们的校园越来越干净 真的非常感谢有这样的资源 挹注到学校 我相信有这样的工艺活动 会让我们的孩子 有更安全更美好的校园环境 可以学习 中正国小是基隆市第一所 接受游蚀关怀协会服务的国小 适逢百年校庆 再度邀请协会造访 副市长邱佩玲颁发感谢状 感谢游蚀关怀协会的公益一行 中正国小学童也一人一卡 谢谢基友叔叔们的付出 共同帮100岁的老学校变干净了 我非常感谢游蚀关怀协会 可以让基隆变得更美好 而且他们结合了无家者 结合了企业主 让我们基隆变得更干净 那校园也更好 今天是第28次的活动 我觉得非常难免可贵 很开心有这么多人一起 让基隆变得更好 那我们很高兴地跟基隆市政府 一起来看到说孩子确实有需要 那我们与其跟政府抗议还是怎么样 我们不如自己解决 应该是大家一起看到社会问题 一起努力改变 那这样台湾才会更好 现在的循环散发温暖 也让校舍再度展现美丽的色彩 中段国小将在4月份 办理百年校庆的暖寿活动 欢迎社区民众和校友们回娘家 进阵百年老校的全新改变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基隆祠云寺 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季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疑忆地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阿蕙阿 头前是怎样 阿就仁爱桥4月10号开始要改建了啊 蛤 有什么 阿因为仁爱桥超过40年了啊 要改建才安全啦 喔 阿你是说要花久啦 从4月10号开始10个月 大概到明年第一季啦 好啦好啦 我快点来去跟邻居说 仁爱桥4月10号要开始改建了 这样会更安全啦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孕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供信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喔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新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建议 基隆河在暖暖八堵段 以及下游的七堵段 都应该要设蓝和宴 兼具调节水位和蓄水的功能 连任六届的五党籍市议员张耿辉也强调 不排除出马轿逐2024年的立委选举 希望为基隆乡亲做更多的事 看到水利鼠地时 河川局最近在七堵泰安 拔西侯西出水口和基隆河交界处 开始河道整理书法 市议员张耿辉表示 自从设置圆三指分红道之后 基隆河就不曾再发生过水患 因此建议政府 基隆河在暖暖八堵段 以及更下游的七堵段市河的地点 应该分别设置蓝和宴 调节水位兼具蓄水的功能 方便水公司在八堵段 抽水到新山水库 建议我们在适当的几个地点 来施作蓝和宴 一方面可以做储水用 一方面也可以说 让我们市民有个细水的地方 那若是说蓝和宴一做的话 洪水来的时候 让它自动的过去 平常刚旱的时候 它可以做储水来用 张耿辉指出 由于新山水库属于黎潮市水库 因此水公司必须从八堵段抽河水 经过过滤后再送到新山水库储水 因此八堵段如果设置蓝和宴可以作为河川干河期间 调节水位蓄水的功用 而多年来没看到的基隆河河道整理 抒法工程 让张耿辉有感而发强调 不排除出马角逐2024的立委选举 希望为基隆乡亲做更多的事 以前的基隆河是怎样的基隆河 现在解放起植已经把河道已经说那么小 你又不输进 所以这边不对的 我本末导致 我还是要建议我们 蔡立委 尤其剩一年的任期 还有我们中央的 我们的蔡总统 质问 你们在两届执政的时候 有没有去考虑到我们基隆的输进问题呢 有没有考虑来参与这次的立委选举 我想耿辉都秉持着 一切随应言 假设有好的人选 我们也未不一定要跟他们来争来争去 但是若是说没有其他好的人选 假设说市民有需要耿辉的地方 我亦不容辞 我相信耿辉从政至今已经迈向第六届了 我相信一步一脚印 从来都以市民为主 而且是专职专业的 张耿辉强调主政者应该多从人民的角度 去执行福国立民的政策和工程 而不是很多都从政治考量出发后才去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祥峰街33号前的道路 这两天出现了下线的情形 基隆市议员张浩瀚接获民众反应 立即通知公务处处理 经过市府派员查看 确认是自癌随管线报馆 导致陆机掏空 中正区祥峰街33号前发生了地面下线 基隆市议员张浩瀚接获陈勤 立即到现场查看 这两天有接到祥峰市场桌边民众的反应 那在位局我们祥峰街市场桌边的这个空间 有发生地层下线的一个状况 那经查才发现说是下方的自癌水管 发生严重的一个破裂 那整个导致下面的一个地层 受到一个掏空 那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路面 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坑洞 市府公务处接获通报前往处理 发现是自癌随报馆 导致陆机掏空 随即通知自癌随公司进场施工 挖开路面进行抢修 就是在半个月前就掏空了 就流水我担这附近而已 越波越大 就越大了 就变这些掏空落下来 那为了维护行人以及行车上面的安全 接到通报这位立即要求 基隆市政府公务处应马上进行 道路的一个施工的一个抢户 那目前施工单位已经正式的一个进场 那预计在两天的时间呢 可以将整个道路的品质能够回复 那其实我们这边也会持续来监测 整个道路下方的一个自癌水的管线的一个状况 避免在这样的一个渗漏的一个情形 继续导致我们民众通行上面的一个安全 祥峰街33号路面 半个月前就曾经发生一次摊陷 虽然当时有修补 但这次掏空情形更严重 灾水公司预计在两天内将破掉的管线修复 再恢复路面平整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基隆市果菜市场的自治管理委员会 看见民众的需求 特地捐赠了30万元 给基隆市政府社会救助金专户 受市长谢国良的肯定和感谢 虽然疫情趋缓逐渐恢复正常生活 不过疫情期间造成经济衰退 也影响弱势脆弱家庭和民众的生活 基隆市果菜市场自治管理委员会 看见民众的需求 特地捐赠30万元给基隆市政府 社会救助金专户运用 既若福寝 也受到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的肯定和感谢 因为疫情期间 所谓这个敦金木铃这个反项 有点结议 然后就是我们这一届的委员会 大家决议要把这个反项 捐给我们社会署 让它徒求应用 把这个上播这个正能量 让这个疫情期间 因为这个疫情期间 很多家庭都受到疫情 希望社会处能够应用这批善款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 今天又特别捐赠30万 来救助弱势家庭 所以今天 国良小爱爸爸要代表市府 要来跟简主委 还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在这个 这个 还越有寒意的天气当中 给了我们一个满满的温暖 给了弱势朋友一个很大的鼓励 市长谢国良进一步表示 这笔钱将用在照顾本市的脆弱家庭 包括儿少服务 主要照顾者突然遇到疾难 家庭福利身份异动 居住弱势和困境 以及非自愿性失业等问题 挤住资源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 共同打造有爱的城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温量疏解血荒 基隆邮局与台电基隆区营业处 以及台北捐血中心合作 在爱三路邮局棋楼举办捐热血 以游爱新关爱社区的公益活动 透过抛砖引玉 号召民众踊跃捐出热血 帮助他人 画面上是基隆邮局局长周哲范 跟台电基隆区营业处陈居湖处长 共同晚秀捐血 这次的公益捐血活动 获得邮局和台电两个单位的同仁热情参与 并号召民众踊跃捐出热血 一起为社会树立优良的典范 我们特别与台湾电力公司 基隆营运处合作 共同推动捐热血 有爱新的公益活动 是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可以抛砖引玉 让更多的人一起 晚秀捐血 做公益 一起让爱走出去 捐血活动的好处是很多的 除了可以让我们自身的血液 新陈代谢 也可以帮助到需要帮助的病患 很高兴 我在年前到台电的吉隆区处来报到 本来就要去捐血了 不过我的同仁及时的告诉我 说我们跟中华邮政这个共同举办一次都不放过的这个捐血活动 就要来这个邮局先来举办 所以我就忍住这十几天 今天终于可以来捐血 那么很感谢中华邮局安排这样的活动 那么也来邀请大家再过半年就到台电的吉隆来捐血 我们一次都不要放过做爱心的机会 这个公益捐血活动就在爱三路的邮局旁边 人来人往 因此也吸引许多路过的民众热情参加 大家一起做公益 让社会更有爱温暖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华新闻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祝您一切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